什么东西不能用放大镜放大? 角度不能用放大镜放大 因为角度都是两条直线的交叉位置决定的 放大镜只能放大物体,却不能改变直线的位置 放大镜是用以放大物体的突透镜 通常用来观察物体细节 放大镜最主要的功能是放大物体的影像 把放大镜放于物体前适当距离即可从透镜内观看被放大的影像 留意物体实际上并没有被放大 放大镜的次要功能是可以聚焦取火 在强光照射下,透镜的焦点部位光会特别猛 焦点部分便会变焦或着火 两个放大镜组合起来可以使物体的放大倍数增大 放大镜按外表分类可以分为便携式放大镜和台式放大镜 放大镜的形状可以是长方形的,也可以是正方形的,或者是圆形的